大家好,我是泡泡,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钱真是越来越不值钱 小时候经常听大家感慨,当年一百块钱能买到很多很多东西 如果谁家能攒到一万块钱的话,那简直是巨款了,他们家是富翁 成年之后自己赚钱了才发现,钞票真的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不惊花 十年前路边的牛肉面只要五块钱,而现在一碗牛肉面要三十四十 原来上饭店搓一顿只要几十块钱,现在你去饭店搓一顿 你随随便便也给大几百,物价上涨,货币的购买能力下降 反映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,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了 咱们来算一笔账吧,就拿十万块钱举例子吧 在十年之后,到时候十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还者满满的好奇心,我帮您算一下,总共有三种算法 那么会得出三种结论,第一种6.95万 官方的CPI用于表示通货膨胀率,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9年,我国的CPI全年同比增长2.9%,看起来不高 但是这一数字在2017年还是1.6% 如果我们把2000年到2019年的CPI全部都累计起来 得到的数值相当于2019年末的物价比2000年末的物价上涨了约1.99倍 也就是说20年来,中国的物价总体水平仅上涨了1.99倍 虽然你肯定不信,但是用这些数据来估算 10年后,物价将上涨至目前的143.8% 计算得出现在的10万到2030年相当于现在的6.95万 第二种算法4.63万 2019年12月末,我国广义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为8.7% 近两年新高,而2019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6.1% 利用这些数据估算,我国的物价将在2030年上涨至目前的2.158倍 由此计算,现在的10万块钱到2030年相当于今天的4.63万元 第三种,2.79万 以羊妈印钞的速度来计算通货膨胀 会得到一个最低的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2000年,我国的广义人民币供给量约为13.249万亿 2010年是72.58万亿 2019年底是200万亿 折算下来,广义货币数量变为2000年的15.1倍 年增长率约为15.3% 用这个数据估算,发现物价将在2030年上涨至目前的3.58倍 换算下来,2030年的10万将相当于现在的2.79万元 综上所述,按照过去20年的情况 现在的10万元人民币等到2030年 第一种,相信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当于现在的6.95万元 第二种,根据实际通胀水平相当于现在的4.63万元 第三种,以羊妈印钞的速度来衡量 相当于现在的2.79万元 所以看看,钱是真的不值钱 按照这么一个贬值速度 你会怎么来应对呢? 曾经做过一个节目,就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来抗通胀 有六个方法,让我们守住财富 我是泡泡,感谢收看,拜拜